我們知道呢 因為義氣吃貨虧最多的呢 還是推舉我們 什麼 瑜伽 是喔 我們的 對啊 我們家我爸 大概拔蠟票有這麼... 這麼大口音了吧 對啊 而且都不是小數目啊 就是那種幾十萬幾百萬 那種拔蠟票 那其實也可以拿出來展覽啊 真的 真的 好像也是很久以前 然後在那個楊帆叔叔 跟那個賀一航... 不是 李茂山 半夜突然打電話給我爸 那怎麼了呢 因為他們好像在台中啊 半夜去玩那個電動玩具那個 好拉吧 對 半夜就打電話給我爸求救 然後我爸大半夜了 人又在台北 他就到處打電話給台中的 那些朋友啊 去把他們保出來 我覺得義氣就是 你不要打人家的財路 也不要打人家的色路 就是義氣 妳覺得這個是義氣 對 好 那余小姐 我覺得就是朋友有難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幫忙 我爸跟我說啊 做人那個胳膊一定要 不要像那一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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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覺得是自己的朋友 就一定要幫忙 這孫萌做得很好 對啊 因為沒勒他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義氣的人 他性格裡面都有一部分的是雞婆 不是我自己這個幹嘛弄弄嗎 那感覺就很像 就很像他爸他媽 就是那種 有時候人家到家裡來 只是躲個債或幹嘛就... 他爸他媽那... 他爸他媽那個名字 那也是雞婆啊 謝謝啦 劉浩哥 他算雞婆 謝謝 那是人家的意思 這個燒心的意思是 急功浩義 急功浩義 對 這樣講就可以接受 急功浩義 我們知道呢 因為義氣吃過虧最多的呢 還是推舉我們... 沒有 瑜伽 是喔 我們的... 對啊 我們家我爸 大概把蠟�票有這麼... 這麼大套義了吧 對 對啊 而且都不是小數目啊 就是那種幾十萬幾百萬 那種拔蠟票 那其實也可以拿出來展覽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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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好像公布性 那不好意思了對不對 你現在拔蠟票我們要講 我爸就不義氣了 沒有 你放在家裡了 對啊 你在家裡的一面牆對不對 對 剛剛我突然覺得我失眼了 我覺得大人的世界 不是我能夠平衡的 你少來... 大人的世界 你現在是為了 你欠過於好大人情 你都開始不要 對 而且你知道我們家就是 以前常常就會有那種 莫名其妙的那種 叔叔出現 住在我們家好幾個月 就是那種 賀叔叔之類的人 也有 賀康叔叔也有 他曾經就是 以前不好過的時候啊 就來我們家住了幾個月 然後我媽連車子都讓他開 就是自由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時候 是一些那種 道上兄弟有沒有 跑路啊 就被追殺的那時候 也會躲到我們家來 然後我爸都收留他們 不是 你們家是住在深山裡面 就對了 我們家真的在山上 你家在深山 人家在刁堡 不是啦 爸爸 都不在心裡的安危嗎 就想說是朋友啊 常常看到你爸三更半夜 去外面包人家回來 這就是以前有一次就是 好像也是很久以前 然後在那個 楊帆叔叔叔跟那個賀一行 不是 李茂山 你把名字都講得那麼清楚 那跟芭樂票把名字出在裡面 那真的真的可能一一 沒關係 然後就他們就是半夜 突然打電話給我爸 那怎麼了呢 因為他們好像在台中啊 半夜去玩那個電動玩具那個 好拉吧 對 然後就不小心就那個零檢嘛 然後就全部賭客都被抓回去 半夜就打電話給我爸求救 然後我爸大半夜的人又在台北 他就到處打電話給他們 在台中的那些朋友啊 去把他們保出來 凡哥 你也有這個過去了 不過話說回來 就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所謂定義義氣這個 像余大哥是真的很講義氣 義氣... 就是我們比方說 在這個行業裡面 而且全年無休啊 對啊 用四小時待命班啊 我爸他還會就是 常常就是借人家錢喔 借人家錢不只 還是跑去銀行幫人家嘎 嘎那個三點半 他直接借到銀行去 那我現在想想 我在台北幹嘛租房子住啊 找余大哥就好了 余大哥家 你知道嗎 他說 我早就等你了 對 那邊挖一個坑 那個時候 我跟亞萍姐 我們不是拍那個婆媳過招嗎 然後大家就相處得很好嘛 可是 就是愛麗克斯那時候要買 綠中海的那個房子 然後 好像中間就有聽我講說 我們去過綠中海拍戲 那個老闆是亞萍姐的朋友 然後 就問我說 那可不可以請亞萍姐幫她說一下 然後亞萍姐跟愛麗克斯 真的根本不認識 只是因為跟我們拍戲 然後我就幫愛麗克斯跟亞萍姐講 想說她要買她也是藝人啊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跟那個老闆講一下 亞萍姐真的就去講囉 然後就少了好像 一百萬還是多少 不少不少錢 亞萍姐請問你還有哪裡熟的 我個人說我選的是信義燈 還有哪裡方便好不好 沒有沒有 這一集突然做了 做點燈對不對 對 點燈的 什麼意義記 這麼大的意義記 包到余大哥家 最後是我又買房子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也蠻瞎的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也有類似像我這種 我的經驗 就是以前我那時候 剛退伍的時候 在做事情 可是我們要住外面要租房子 要付房租嘛 在酒店做少爺 對 那時候要做少爺 那一段這邊 我那時候剛退伍沒多久 我記得要交房租 然後我一個女的朋友 就是我以前 當時的女朋友的朋友 有急用要借三萬塊 那我心裡想說 我後天要交房租啊 這三萬塊 她跟我借去那我就不夠了 那我就跟她講 沒關係 我借妳 我挺妳 沒關係 妳做女朋友的朋友嘛 可是妳後天一定要給我 結果那她就拿去了 很自然就借了 挺妳嘛 結果到了 後天要交房租 房東已經在我家了 等一下 我找一下好了 怎麼找都找不到這個人 他跑掉了 只是為了三萬塊 可是我要交房租 我哪有其他的錢交呢 結果後來跟我拖一個禮拜 跟妳要錢的時候 好像我要跪下來求妳 是我欠妳錢 還是妳欠我錢啊 反過來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看到都很急車啊 為了錢 不講義氣啊 我幫妳 我挺妳 我爸媽也有啊 我挺妳 最後反過來 對妳很急車 妳爸媽太多了 可是妳爸媽會去跟人家要嗎 不會吧 也有就是也有人 也有朋友就是來說 那就是很困難啊 想做生意啊 那你們也投資一點好了 然後說做那個衛浴設備 然後我爸媽好... 就看他有困難嘛 就投資他 再投資了幾百萬 我媽說 連個水龍頭也沒有看到 真的啊 什麼都沒啦 李大哥 我們要開夜店啊 你怎麼看 原來不會讓你看到夜店啊 他本來是開夜店的毛主說 有因為曾經意氣 跟另一半吵架的嗎 我有 真的嗎 不是另一半的 不會有 你看他們不會有 你有沒有 他怎麼會呢 你有啊 你是不生日 意氣到這了 我只覺得喔 我是不是有某些地方是 不意氣人家 對人家不意氣的 然後人家不敢跟我講 我有沒有對你不意氣過 你沒有對我意氣過啊 對啊 最不意氣是哪 這很不意氣啊 哭哭到處講 就是以前就是 也是很久以前啊 那時候唱片 錄唱片不是都是一整張 不是 你今天是來抱你爸媽聊 我們要今天在聊 你認問我是個很有意氣的人 你冷靜... 大美女是一張乾淨的白紙 對 當然 就是那時候錄唱片 不是就是一整張這樣錄完 才是一整張一整張這樣給錢 沒有抽那個版稅的 對... 那那時候又有朋友 打電話來跟我爸借錢 我爸沒錢啊 那就跑去跟那個唱片公司的老闆 預支 預支薪水 對 預支那個唱片的錢 然後就把錢全部借給朋友了 然後結果我媽 後來就唱片發啊 我媽就問他說 那那個唱片的錢什麼時候下來 我爸就一直說 不知道耶 還沒有... 裝傻 對 然後我媽說 然後又過很久啊 我媽說 那個老闆到底要不要給錢啊 沒錢啊 然後我爸就 還是再繼續裝傻 不知道 結果我媽忍不住啊 就打電話去的那個 唱片公司的老闆 結果老闆就說 其實早就給啦 早就已經全部拿走了啊 然後結果我媽就很生氣啊 就被面吵啊 然後就鬧離婚那些之類的 是啊 那這樣子 我就想到另外一個角度 那這個唱片公司的老闆 對於天於大哥 義不義氣 義氣啊 義氣啊 可是他跟他老婆講說 那是生命財產的問題 你和雅萍姐敢不講 他要錢啊 對啊 而且可能老闆不知道這一話 對啊 老闆不知道 其實老闆哪敢 怎麼樣 雅萍姐我就不給你怎麼樣 沒有 好